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德国的悬疑惊悚片重生之门 影片一开场 画家幽玉叔正在搞创作 这哥们话了一会儿突然心血来潮了 于是便擦了擦手 准备去隔壁的老情人龙套姐家里坐牢 他闺女小萝莉说爹爹啊 你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陪我一起捉蝴蝶吧 此时的幽玉叔和尔蒙早就爆棚了 哪有心思陪自己的女儿 当幽玉叔正跟龙套姐吓唬闹的时候 他女儿小萝莉不慎失足落水淹死了 幽玉叔忙活完回到家 发现了已经沉底的小萝莉 这件事对幽玉叔的打击非常大 虽然已经过去五年了 但他仍然无法从这个阴影里走出 在这五年中 他一直失足在他老婆春花面前忏悔 可春花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 春花说兔子还不适合变草呢 你居然敢跟隔壁的龙套姐吓唬 还害死了咱闺女你哪能回哪 生无可恋的幽玉叔来到了 当初淹死的闺女游泳之边 毫不犹豫的就跳了下去 眼瞅着要被淹死了 他的好哥们龙套叔把他给救了 晚上幽玉叔在街道上瞎溜达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只蝴蝶 他跟着蝴蝶一路来到了一条隧道 他穿过隧道推门一看 发现还是他们家附近 不同的是 这边的季节跟那边不一样 而且还是大白铁 这个时候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他看到另外一个自己 正走向隔壁的龙套姐家 这也就是说 他通过这条隧道 回到了五年前出事那天 由于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于是他急忙往家跑 及时把刚掉进水里的女儿小萝莉给救了 此时的幽玉叔跟五年前 那个不负责任的自己 已经完全不一样 他希望利用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做一个疼老皇爱孩子讨的男人 正所谓浪子回头进不换 从此不再做混蛋 五年前的幽玉叔 忙活完之后回到家 刚好跟从隧道穿过来的自己撞上 两人没说一句废话 上去就掐了起来 已经喜心革面的幽玉叔 无意中把那个花花公子的自己给杀了 而这一幕刚好被小萝莉给看到了 最后幽玉叔把五年前的自己的尸体 埋在了自家的院子里 为了不让老婆闺女起疑心 他重新染了发 把自己打扮成五年前的样子 吃饭的时候 小萝莉的行为非常幻常 而且还说幽玉叔不是他爹地 不管春花怎么问 小萝莉就是不说 对于幽玉叔的喜心革面 春花也有些不太适应 他搞不清楚自己的老公 为什么会从一个渣男突然变成短男 由于手机望在了龙套姐的家 幽玉叔只好硬着头皮 再次找到龙套姐 这龙套姐想跟幽玉叔闷点蜜 对幽玉叔言辞拒绝 对于幽玉叔反常的表现 这龙套姐也很纳目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幽玉叔刚从龙套姐家出来 就被他的好哥们龙套叔也看到 幽玉叔把自己怎么从隧道穿过来的事 一五一十地跟龙套叔说了一遍 龙套叔说你别扯淡 那五年前的你跑哪去了 幽玉叔说 我把五年前的自己埋在了花园里 龙套叔一听是哈哈大笑 说你呀可别再吓唬闹 由于坑挖的太浅 尸体埋得不够深 加上天也热 苍蝇们很快有组团杀到 这要不是幽玉叔机灵了 早就露了馅 为了缓和跟女儿的关系 幽玉叔主动和小萝莉靠近 小萝莉说你把我爹弄哪去了 幽玉叔说我跟你爹底是同一个人 以前那个不称职 我比他强多了 幽玉叔的转变终于被春花给接受了 夫妻俩的感情迅速回生 哄孩子睡着后就开始夜无交流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的晚上 春花请来很多朋友 为幽玉叔庆祝生日 本来气氛相当的好 大家玩的也挺开心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原来小萝莉把他爹底 杀他爹底的事告诉了龙草叔 幽玉叔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只是个意外 龙草叔说你呀到底是谁的 两人正纠缠的时候 邻居王大白突然出现了 上去一搞头就让龙草叔领了喝饭 王大白说得赶快把这孙子给埋了 不然被你老婆闺女发现就全完蛋了 随后 幽玉叔和王大白开车 把龙套叔的尸体拉到偏僻的地方给处理掉 此时的幽玉叔意识到形势不太妙 回家之后带着老婆孩子来到了那条隧道 打算一间三口一起穿越回去 可走到半路 这春花觉得不对劲了 带着小萝莉又回去了 幽玉叔扭头一看 发现老婆闺女都不见了 急忙回去找 没成想被邻居王大带给砸梦圈了 第二天那一走 春花说昨晚上到底什么情况 你的行为那么诡异 到底在玩什么猫腻啊 幽玉叔说 昨晚上我和龙套叔抽了一点大麻 过于的颠慌 精神上也有点不正常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邻居王大白不请自来 王大白把幽玉叔请到了自己家 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五年后的王大白 也是从隧道穿越过来的 以前的王大白混得很落魄 欠了一屁股的债 本来他打算自杀的 可跟幽玉叔一样 无意中发现了这条隧道 由于相差五年的时间 王大白利用这个优势 又是炒房子又是买股票 很快就发财了 不过这穿越也是有代价 那就是穿越过来之后 必须杀了五年前的那个自己 这是硬性规定 谁也不能违反 而且到目前为止 从五年后穿越过来的人 还有很多 这些人都是一些生活不注意的 想重新回到过去 或者跟幽玉叔一样 当年做了很多错误的选择 想往会着不得 转过天 小罗莉去邻居秋菊家玩 春花无意中在家门口 看到了另一个秋菊 正在跟他老公争吵 原来秋菊和他老公分头出 也是从五年后穿越过来 他们正在就要不要杀了 五年前的自己进行激烈的争论 好奇的春花急忙跟了过去 发现五年后的秋菊和分头出 正在杀五年前的秋菊和分头出 春花一看当时就瞎尿了 急忙拽着俩孩子撒子就撩了 很快五年后的秋菊和分头出 带着警察来到了幽玉叔家 把自己的闺女给领走了 春花是极力阻止 可这事无论如何他也说不清 而且这俩警察也是从五年后穿越过来的 警察这边刚走 幽玉叔突然接到了五年后春花的电话 幽玉叔来到王的搬家 原来五年后的春花也穿越过来 春花说闺女在那边已经死了 我过来的目的就是想重新跟闺女在一起 你不是想让我原谅你吗 行 咱可以重新开始 对幽玉叔来说这是个两难的选择 如果答应了穿越过来的春花 那么就意味着要杀死现在的这个春花 幽玉叔拿着枪去杀现在的春花 半路上遇到了从五年后穿越过来的龙套姐 龙套姐说大哥我已经变了 对于咱俩之间发生的事我是非常的抱歉 能看到你闺女还活着我是真的很欣慰 看着现在的春花 幽玉叔是根本下不去手 经过激烈的思想闹争 幽玉叔最终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在王的搬等人的围追堵截之下 他把现在的春花和闺女送进隧道 让他们去到了五年后正式的家 影片的最后 幽玉叔和穿越过来的春花坐在水车圈 脑子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但不管如何 幽玉叔基本上算是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押金嘛 做人不能下胡闹 因为没有后悔 真诚面对每一天 别跟生活开玩笑